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大家好我是洛卡 回到这个熟悉的场景呢 也代表着年假呢就即将结束了 因为今天在拍片的时间 跟上面的时间 应该都是大年初五 那今天上的这支影片呢 其实是我在过年的年假当中啦 回去老婆大人的娘家呢 跟那群小朋友 看他们一起玩游戏的感觉 然后呢去推敲出 他们比较喜欢的 跟比较适合的游戏 那当然有些游戏呢 也是他们会玩到那种 吵到有点火爆的 所以呢我在今天喔 也来跟大家在这支影片当中分享一下 首先呢我们现在讲一下 最后一吵架的游戏好了 不过这个游戏也蛮特别的 因为女儿呢 偏偏就特别喜欢这一款游戏 那第一款呢就是这个 搬家好不好 这个胡闹搬家的部分 其实是女儿非常喜欢玩的一款游戏 但是呢非常特别的就是啊 他的一开始那些哥哥们 有跟他玩过一次 那刚开始玩呢 女儿其实完全不会 所以呢就是在旁边扮演 一个走来走去的角色 哥哥们呢也大部分都不太会玩 所以后来回去他们的家之后呢 哥哥他们也自己去买了一片 自己来练习了一下 所以后来呢 其实在玩当中啦 就变成说妹妹有点被 排挤的感觉 那不能讲排挤实在是有点难听 不过呢他就是因为真的比较不会玩 又或者说呢他的想法真的实在是摸不透啦 因为搬家这游戏嘛 你想玩就是想要去搬东西嘛 但是呢妹妹通常都搬个一两个之后呢 他就说他很累了 所以就会跑去站在车上面等大家搬完 他就说我累了需要休息 导致呢哥哥就会变成说不太想要跟他玩 因为呢每次在玩啊 就会变成说少一个人力喔 那那个时间那个难度上来说 就会有点挑战 重来是把整个辅助拳都开了 有时候也是因为这样子 就会有一点点稍微的无法过关 对了讲到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补充一下 这次的玩的年龄呢 妹妹是三岁 然后他三个哥哥分别是9岁10岁跟12岁 所以在玩几个游戏来 其实喜欢的类别也都会不太一样 那因为妹妹年纪真的比较轻啦 所以有些游戏喔 真的在接触起来 就会相对有点难度 那再来第二片呢就是这一个 今年年假非常非常夯的 马利欧3D世界跟狂怒世界 不过以他们在玩的 大部分都是以马利欧3D世界为主 因为3D世界呢 最多可以直接到四个人一起玩吧 所以妹妹一起加入战局的时候呢 嘿 就差不多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因为呢虽然说这款大家玩的还蛮开心的 而且是属于可以过关的类型 当初他们在看到超级马利欧兄弟U的时候呢 其实也有入手 而且也顺利的全部通关 但是呢 这个游戏啦 其实再加上妹妹之后 有时候还是会有点挑战 因为他其实不太会跳 而且一到敌人来呢 他的反应是没有办法整个反应过来的 他有时候会觉得说 敌人走过来他就会想要去靠近他 但是 马利欧这个游戏嘛 你只要去靠近到底人 基本上就是会缩小就会死掉 所以呢基本上 在玩起来呢 如果说真的有不太会玩 像这种三岁小朋友的话啦 就会更有挑战一点 那这款游戏 其实他们三个 哥哥在玩 是OK的 可是呢如果加上妹妹的话 就会变得有点挑战 闹哄哄的感觉 其实我个人觉得 会跟胡闹搬家的样子有点像 但是呢还蛮符合那种派对游戏 那种欢乐类型 因为你就会听到那个房间里面 变变狂的声音跑出来 就是大家可以闹到不亦乐乎 喔呦 趕快跳嘛 喔呦 不对 接下来就是 比较和蔼可亲 妹妹也可以加入战局 而且是很顺利的大家一起玩的游戏 因为这两款游戏呢 它就不属于那种同力合作过关的 它是属于个人呢自己玩的 派对的趣味竞赛游戏 首先第一个先来讲一下这个 体育感加内华 这个是妹妹真的超强的 其实她真的没有玩过这款游戏 因为我们没有想过说 这比较旧的游戏翻出来跟她玩一下 但是这款游戏呢 他们在玩之下 就是四个都是第一次玩之下呢 妹妹居然直接就取得第一名了 我后来看了一下啦 这款游戏真的是有一些 它可以用一些比较单纯的方式 像是投篮 它就是一直挥一直挥 你只要比速度快一点的话 基本上有那个力道出来 一直努力的挥 你就有机会就可以得分得第一 那妹妹呢在第一次玩就得到第一 而且不是只有第一次 还在比赛当中 有蛮多次是拿第一名的 导致三个哥哥呢 对啊就真的是有点树然其境 所以我觉得这款游戏啊 如果说你家里面是有那种 年纪比较轻的小朋友 或者不太会玩游戏的 真的想玩聚会的 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不过它是有点旧的游戏 所以如果要买 可能就得找一下 再来下一款呢是这一个 开开心心吧 开开心心 动物乐园 这一款都也是属于体感游戏 反正这一组呢 他们在玩之下 也是觉得蛮好玩的 因为妹妹没有跟他们一起合作 所以他们的状况就是 就算他们赢了 他们可以赢得很开心 不会因为说我们四个人一起要过关 然后呢没有过完关 是因为被托佑萍拖到 然后就导致那种有点生气 有点不爽的感觉 反正呢会因为妹妹给他们一点成就感 会让我们非常开心 而且非常乐意的去玩这一款游戏 再来还有两款是最大这个12岁的哥哥 比较喜欢玩的游戏 首先那是小小梦艳 小小梦艳系列 不过我记得他好像不是玩二代 他还是玩一代 那他其实在玩这游戏 也觉得是蛮好玩的 因为里面的趣味过关的感觉 还有一些会卡关的地方 其实都对他来讲 有点难度 但是也不会到太难 中间他有卡了几次关 有稍微问了我一下 那有些地方我可能稍微过一下就可以 因为一代我是有通关 所以呢有一些印象是有的 我就帮他过关一下 那整体在玩起来呢 我觉得他的那个恐怖的气氛 或者是一些比较有压迫的感觉 其实在12岁小朋友身上来说 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整体不管是解谜 或者是一些恐怖的成分存在 对他来讲他都还算蛮OK 蛮能接受 所以小小梦艳应该如果说 你家里面有这种学龄 大概在国小高年级 中高年级以上 基本上要玩的话 就可以来挑战看看 而且对他们来讲呢 有一些地方 是真的会需要动动脑筋 像有一个地方是要拆门片 拆木片 钉在墙上的木片 你才会找到地道 那地方他就卡了很久 然后我是有顺利帮他过了 因为我自己有玩过 所以大概知道那个操作的感觉 那他在过关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这游戏截起迷来 特别的有趣 再来另外一款呢 也是比较有解明的感觉 是这款 之梦导 其实这款算是蛮意外的 因为这款游戏呢 其实本来是放在我的 那个收纳包里面 只有单纯卡夹放在里面 那有一次带回去之后呢 他们就是在挑卡夹里面的游戏 想收纳玩玩看好了 那当时他也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文字 因为他上面卡夹啦 只有写这个很简单的日文这样子 就是非常简单 但是呢 他那次拿起来玩之后 就觉得这款游戏的解谜效果 跟整个画面的活泼感非常喜欢 所以呢 他们就开始针线空 我想玩这款游戏 过年的时候呢 他们也有继续去玩这款游戏 因为里面有一些 序位解谜系统吧 再加上他的画风啦 画作啦 基本上都是还蛮可爱 Q版的感觉 所以呢 玩起来是还蛮开心的 对于小妙来讲 我觉得萨达传说之梦的 算是比较让我意外的 因为他其实需要动一点脑才能过关 这款游戏 还是需要动脑的游戏 我发现现在小朋友其实蛮喜欢动脑的 我以前小时候在玩 我发现会玩蛮多的是那种 无脑砍杀 最后一款是这个 马利欧的车子 国王 基本上小朋友也蛮喜欢玩的 那也是让我很意外啦 因为我觉得 3D世界跟狂物世界 也许会比较受到他们的欢迎才对 因为在玩起来呢 那个过关的那种动作效果 会比较直觉一点 可是这样子的游戏 他就需要思考 尤其是那个大门盘在转的时候 他就需要想一下 但是 这次他们在玩的 就觉得说 这样子的游戏 其实在玩起来是很符合他们的调性 而且 在12岁大哥哥玩之下 9岁大哥哥呢 也会喜欢玩这款游戏 所以呢他们就是 对于这款游戏 印象整个都还不错 那以上这几款 就是我这一次过年当中呢 带回去的大概20款左右 他们比较喜欢的一些游戏 那这20款我挑回去的啊 其实也都是一些 比较适合小朋友来玩的 因为大人在玩大人的游戏 小朋友在玩小朋友的游戏 还是需要那种 可以让我们比较安心一点的 这样子他们玩起来的 才比较不会有那种 会不会他拿到一些不该玩的游戏 一些比较血腥那比较暴力的 那当然说 现在小朋友其实也蛮厉害的 因为我之前在跟他们聊的时候 他们是说 鬼迷之战没什么啊 我们全部都看完了啊 但是我看那个杀鬼的时候 其实他们在喷血的画面 有时候像我在看的时候 妹妹意外看到 她在问我的时候 我都会想说 哇 这是流血人 坏人被砍了 坏人被攻击了 这个我都会想说 要如何去修饰这个岩石呢 才可以让小朋友有一种 比较健康的心理层面发展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在身为一个父母亲当中 还是要学习的地方 当然游戏 如果说挑一些 比较安心的回去玩的话 至少 在你没看到的状况之下 也就可以让他们玩的开心 又玩的让父母放心 好不好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也许喜欢我的影片 也记得在下面点讯息来 并且分享 也别忘记今天的YouTube频道 我是洛卡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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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